第一千二百六十三章 警示 感觉到巨鳄已经回到湖中之后 庄瑞说道 蓬菲 你去睡会儿吧 天亮我叫你 对于这座黄金城堡内的珠般宝贝 庄瑞已经断了念想 且不说那湖中的史前巨鳄的威胁 就是将这里作为老巢的巨马 恐怕也不会容许庄瑞把这城堡给拆掉的 而且对巨马的悉心为之 庄瑞甚至都不敢进入到巨马休息的地方 万一那家伙翻脸不认人 自个儿前去不是送菜的吗 庄哥 还是算了吧 你以为我能睡得着吗 听到庄瑞的话后 蓬菲哭笑了一下 以他在以前的训练中 虽然要求他们能在任何恶劣环境中保持良好的体力 以应付突发事件 但是 蓬菲能在污水烂泥中黯然入睡 却实在无法在这两个史前生物的威胁下进入梦乡 部队里学的那一套 在这里完全不能适用了 得 那咱们都别睡了 庄瑞神经再大 也不敢在此地入眠的 倒是那些大猩猩们可能习惯了这样的环境 一个个东倒西歪的睡在了城堡里 就连金刚也是打了个哈欠在庄瑞身边睡下了 哎 这 这帮子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吗 无聊之下 庄瑞扩大了灵气搜索的范围 一来 是为了监视湖中的巨额 二来 他想看看 在森林别处 是否还有这种可怕的生物存在 谁知道 这一查看之下 却发现了之前遇到的那只队伍 今天整整一个白天都没发现这只队伍 庄瑞原本以为已经把他们给甩掉了呢 没想到 他们还是跟在后面 而且 看其行进的路线 基本上和庄瑞他们如出一辙 用手抚摸着这镶嵌着黄金的城墙 庄瑞的心中有一种名物 看来 他们不一定是跟着自己的 说不定 就是来寻找这座黄金城的 要不要告知他们这边的情形了 庄瑞头疼地用手捏了一下太阳穴 他对于这只突然出现的队伍一无所知 贸然与其相遇的话 说不定 就会被他们攻击的 而且 就算自己告诉他们 这里有使钱生物 恐怕这些人也不一定能听得进去 庄瑞可是发现 他们几乎人手一支自动武器 携带的火力比他与蓬菲特大得多了 算了 明天早上写个告示牌 放在他们来的路上 然后 带着金刚他们暂时先躲起来吧 庄瑞再三思考后 还是决定不和这些人见面 俗话说 人心格独皮 对方人多失重 真要是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行为 庄瑞都没点告状权 只是 出于人道主义 庄瑞还是想给他们一些提示 至于对方信不信 那庄瑞就管不到了 不过 相信有提示 那些人会更加小心一点吧 黄金城的第一夜 就在庄瑞和蓬菲提心吊胆中度过了 当森林中的低约阳光升起后 大森林仿佛活了过来 鸟鸣声色起 还有许多动物们前来湖边饮水 彭菲见到庄瑞一早 就从城堡内拆了个木板 拿着探索笔在上面写着字 不禁奇怪的问道 庄哥 您干什么呢 这地方太危险 还是在周边留个警示牌比较好 省得那些科考人员 贸然闯入 遭受到伤害 庄瑞一边说着话 一边在木板上写了 内有猛兽危险的字样 想了一下 庄瑞又在旁边 画了个打着叉叉的骷髅头 庄哥 莫非咱们后面跟着的那支队伍 也是冲着这来的 彭菲的脑袋瓜也很灵活 见到庄瑞这个举动后 马上猜出了他的用意 不由撇了下嘴说道 那帮子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善来 要我说 就让他们过来好了 说不定还能和巨马巨鳄亲热一番呢 不管是国外的雇佣军 还是反政府武装 彭菲都没有任何的好感 可巴不得那些人和这两个史前怪物拼个两败之上呢 庄瑞美好气的瞪了彭菲一眼 说道 你小子别那么兴残了祸的 说不定是哪个国家的科考队呢 屁的科考队 寻宝队还差不多 一个个都是杀人怨祸的猪 彭菲对庄瑞的话嗤之一笔 以他所观察到的那个赤猴就能看出来 这些人绝对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而且手上都是沾过血的家伙 庄瑞摆了摆手 说道 别废话了 我估计他们还跟在后面的 把这牌子挂在来路上 咱们到城堡后面躲一下 他们要是走了最好 如果不走的话 到时候咱们就绕路离开 在这两个史前生物的地盘上 庄瑞是一颗都不愿意多待 在围着城墙绕了一圈之后 发现那城堡大门紧闭着 他也不想去京东巨蟒和湖中的巨鳄 干脆又抓着藤蔓拔了出去 看着那貌似平静的湖水 庄瑞不禁有些胆寒 他宁可围着丛林绕一大圈 也不愿意从湖边经过了 在昨天来时的那片丛林 一处显眼的地方 庄瑞将牌子固定在了一棵树上 哥们已经人之一尽了 你们如果非要找死 那也怪不得哥们了 庄瑞发现 在大约十公里处的那支队伍 已经是在向这边移动了 而且速度很快 庄瑞估摸着 最迟中午就能赶到这里 该做的都做了 挂好警示牌后 庄瑞让金刚把城堡 所有的大猩猩都召集了起来 统一撤向了城堡后面的森林里 好在每天的白天都是大猩猩们进食的时间 即使金刚不组织 他们也会三五成群的离开城堡 在离开了城堡和湖泊 近一公里远之后 庄瑞这才真正的松了口气 和巨马同居 那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都起来都起来 今天中午就能赶到地方了 到时候金山银山随便大家抢呢 天色刚亮 马克拉姆就将手下一帮子汉匪给踢了起来 按照地图上的坐标 他们中午就能来到标识处 到时就能揭开地图的秘密了 其实马克拉姆手中的这张地图 的确是藏宝图无疑 他们所剿灭的那个村庄 就是中世纪修建那个城堡的部落之一 所以手中才会有城堡的坐标地图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两个地方被两个恐怖的怪物霸占了 部落四人曾经组织过好几次 想要杀掉怪物抢回城堡 但结果都是伤亡惨重 以失败告终了 不过在以往的行动中 那个部落也不是全无所获 部落酋长所用的金银饰品 和象牙酒杯等等物件 都是从城堡里得来的 但是 这个土著人部落 无论如何都没能想到 与世无争的他们 竟然会被灭族 而部落里的金银财富 和那张藏宝图 又指引着这些强盗们 来到了这处 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大卫 拉姆 我发现了一个让你们肯定感兴趣的东西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走在侦察兵后面的大卫 突然听到耳麦里的声音 什么东西 大卫问道 耳麦里传出一阵笑声 是一个告示牌 说前面有危险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好听的笑话了 旁边有没有危险 这才是马克拉姆最关心的问题 危险 哦不 前面是一个湖泊 宽敞的足够我们下去洗个澡了 侦察兵笑得很舒畅 从进入到这该死的森林后 他再也没有洗过一次澡了 听到没有危险 马克拉姆一行人加快了脚步 来到庄瑞留下警示牌的地方 大卫 这字迹是刚写上去的 看来有人不欢迎咱们前来呢 马克拉姆用手指在庄瑞所留下的英文字幕上擦了一下 拿到眼前看了看 脸上露出了冷笑 大卫文言一了 脱口说道 难道真的有宝藏 不是你说有宝藏的吗 马克拉姆奇怪的看向大卫 见到众人不解的目光 大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誓言 连忙掩饰道 我的意思是 对方既然这么做 那肯定距离宝藏不远了 大家分散开 看看有没有陷阱 随时保持联络 马克拉姆右手一挥 他身后的汉匪们顿时呈善行 往前检查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什么猛兽都是扯淡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就是与他们一样的生物 人 马克拉姆能带着这些人活了这么久 也不是鲁莽之辈 在下达了命令后 就拿着望远镜观察起来 这里已经是丛林边缘 透过稀疏的树木 前面一览无遗 拉姆没有发现陷阱 我这边也没有情况 一切正常 这里有人的脚印 可能是那两个人留下的 一条条的信息 从耳脉里传了出来 雇佣兵们常用的手段 一个都没有发现 这让马克拉姆松了一口气 毕竟对方能来到这森林深处 也不会是良善之辈 继续往前搜索 目标前方山坡处 等 等等 天 天哪 那 那不是山坡 那 那是一株城堡 马克拉姆刚刚下达了指示 就从望远镜里发现 在那藤蔓后面 居然是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墙壁 264章 人恶大战 上 上帝 那是一座城堡 没错 苏罗门的宝藏 赞美老大 真的有宝藏了 发财了 发财了 兄弟们 去抢了 丛林距离城堡 仅仅不过一两百米的距离 不光是 马克拉姆从望远镜里看到的那座城堡 九十分散在森林里的众人 也都清晰地看到 午后的阳光 照射在城堡上面 反射出来的光芒 和昨天 庄瑞等人 黄昏时刻 到达这里相比 现在 正是日头高昂的时候 那些藤蔓 即使将城堡包裹得再严密 也无法完全掩饰住城墙上的那抹色彩 斑斓的金色光点 如同小镜子一般 反射到了丛林众人的眼中 在这一刻 马克拉姆的队伍沸腾了 不少汉匪指着手中的冲锋箱 大声欢呼起来 上一次的美国之行 虽然也让他们收获破风 但是 由于国际方面的打击 他们现在不敢贸然动用 瑞士银行的资金 不过 面前这座城堡里面的物件 那可都是无主之物 完全属于他们的 当然 即使这些东西有主人的话 那也不过就是多费一番手脚 干掉他们之后 不就又变回无主之物了吗 强盗们的逻辑 就是如此的简单之间 看到手下众人 一个个神情兴奋的样子 马克拉姆忍不住喝倒 都他妈的给我闭上嘴巴 对方虽然人数少 但估计也不是善叉子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别银沟里翻了船了 老大 放心吧 就两个小兔崽子 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就是 估计那两个人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呢 在这儿见到城堡之后 才竖起的这个牌子 一众汉匪对马克拉姆的话 颇是不以为然 这一路上 他们陆续又发现了不少 前方两个人的踪迹 各项证据表明 对方 只有两个人 而他们所说的猛兽 估计 就是那只大猩猩了 虽然那个大猩猩 造成的场面够血腥 但还无法震得住这帮子汉匪 其中有几个人 已经准备着 收藏那只大猩猩的头盖骨了 马克拉姆见到群情几分 也没再阻拦他们 向着城堡挥了挥手 说道 上吧 小心不要被那只大猩猩给偷袭了 所罗门的宝藏 我们来了 一名名汉匪 从森林里渔冠而出 向着城堡跑去 想这样的行动 基本上 马克拉姆和大卫 是不会限制他们的行为的 谁看上了什么东西 尽可以收入囊中 所以 都是争前恐后 生怕跑慢了 被别人抢去了好东西 不过 这些经验丰富的家伙们 虽然嘴上不以为意 但一个个 确实狡猾得很 真是拱着腰背 手上枪支上膛 尽量地靠近湖边行进 因为这样 可以避开大猩猩 从森林里偷袭他们 远在一公里之外的壮瑞 此时正悠闲地 躺在一棵大树上 打着电话 在他身边的金刚 则正无聊地看着自己的那些同类们 拒绝着嫩咽 刚才 金刚也尝试着吃了点 不过 随之就被他给吐了出来 早已习惯了人类肉食的金刚 对于这些素食 没有丝毫的兴趣 彭飞之所以没在这里 是他自己要求 回到城堡附近 以观察后面那些人 会不会追上来 说句老实话 彭飞这家伙 回来压根就是想看一场 人恶大战的 存了一肚子坏水 你小子 一声不吭就跑到原始森林里去了 害得我被老爷子给抽码了一顿 你是去主持工作的 不是去旅游的 听到是中瑞的电话 宋军直接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这小子 在中非失踪两天了 自己都快被欧阳家那几兄弟给烦死了 每天好几个电话的催问着 宋军要知道庄瑞的胆子这么大 说什么也不会立主 让庄瑞去中非的 这哪是去主持工作的 简直就是去添乱的嘛 庄瑞自知理愧 只能陪着笑说道 嘿嘿 宋哥 我没事 家里我都打过电话了 现在很安全 不过 我私人有点小事 想请您帮下忙 想要将这些大猩猩 豪放无损 并且瞒过刚果政府 投运到自己的宣瑞岛上 必须要有黎上华将军的帮助 要知道 刚果政府这几年 也在致力于 防护野生大猩猩 等生态环境 并且 因此得到世界上 许多国家与组织的 一些散注和科研经费 如果在人前 将这么多的大猩猩 运上船 得到消息的刚果政府 一定会将庄瑞 而不 将中国 给告到联合国里去 所以 庄瑞必须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这些大猩猩 先运上自己的玄瑞号 卡 知道给你家里打电话 就不知道给哥哥我报声平安了 听到庄瑞的话 宋军是气不大一出来 将庄瑞臭慢了一顿之后 心里舒疼了一些 才接着说道 你小子 有什么事 不会是想偷运些象牙老虎皮吧 对了 我告诉你 那地的虎骨不少 上次我就整回了一具 自从喝过一次 中瑞炮的虎骨酒后 宋军也惦记上这玩意了 到了非洲 或许物资很匮乏 但是这些野生动物 绝对是应有尽有 杀之不绝 宋军在当地戳高价 买了不少忽边忽谷 不过这东西 是个男人就不嫌多 所以电话里 会有庄瑞再搞上一些 宋哥 不是这些玩意儿 我是想搞几只大猩猩出去 几只 不多 估计加起来 也就四十多只吧 什么 四十多只 你小子是疯了 还是我疯了 听到庄瑞的话后 宋军这次 干脆直接从沙发上摔了下去 一次要将四十只大猩猩 从刚果森林里运出去 而且 还全都是活的 恐怕世界上 最猖獗的盗猎组织 也没这么大的手笔吧 庄瑞 这事不好办 就算你给那些大猩猩打了麻药 要是有些大猩猩过早的醒过来闹腾起来 那事情可就大发了 在非洲这地方 或许当地政府不会重视这些珍惜的野生动物 但是 各国的科研机构 却盯得十分紧 如果这件事情被他们给知道了 将会对国家声誉 造成很坏的影响 宋哥 打什么麻药呢 我保证 他们都能老老实实的上船 一点乱子都不会有 不过 您要协调一下 吊几架直升机过来才行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由金刚和银背这前后两个族群老大看着 那些星星们不敢闹事的 话说他的灵气 也能起到安抚的作用 绝对不会发生星星大暴动这种事情的 这样呢 好吧 我让少华把运输用的直升机标识给去掉 到时候 如果出事 你想办法解决吧 在那个地方 只要肯花钱 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的 不过 宋君和庄瑞认识了那么多年 倒是知道一点 庄瑞与动物沟通的本事 他是绝对不会勉强 那些动物跟随他离开的 所以 在沉溺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答应了下来 宋哥 我明白 这事绝对不会连累到李将军 您就放心吧 庄瑞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只要宋君答应下来 这事差不多就成了一半了 庄瑞就不信 李少华敢不听宋姐夫的话 哎 我说的虎骨虎鞭 你再找点啊 妈的 我做民航回来的 有些东西不是很好带 正当宋君叙叙叨叨的 在和庄瑞扯着虎鞭的事时 话筒里突然传出 庄瑞的一声惊呼 哎 宋哥 回头再给您电话 这边有点事 我靠 急事 不说了 先挂了 喂 什么急事 喂喂 妈的 过河拆桥的臭小子 宋君再追问的时候 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气得宋君哼哼了几声之后 才给远在中非海洋上的李少华 打起了电话 庄瑞之所以挂断宋君的电话 是因为 他正和宋君撤单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那个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武装队伍 已经来到了城堡的前方 这些家伙们 似乎根本就没把自己的警告放在心上 一个个虽然说不上是大摇大摆 但也是有恃无恐的端着枪冲向了城堡 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让庄瑞惊呼出声的原因 则是他发现 原本像颗腐朽树木的那只史前巨鹅 不知的什么时候 已经是悄悄的游到了岸边 在距离这只史前巨鹅三米多远的岸上 正背对着湖面 站着两个贼头贼脑 打量着不远处丛林的家伙 他们不知道 在其身后的水中 才是真正的杀鸡所在 我靠 当那只巨鹅悄无声息的来到岸边之后 整个身体忽然从湖水中探了出来 庞大的身躯所带起的水滑 将湖面搞得雾起一片 史前巨鹅的动作极快 那张血盆大嘴中锋利的牙齿 在阳光下显得异常的刺目 而这也正是两个汉匪 在这个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后一幕 深厚的水滑声 让两个人习惯性的一回头 一排圆锥形的尖锐物映入眼帘 紧接着就是一阵巨痛 一个汉匪直接被巨鹅给吞到了肚子里 要说被吞进肚子里的那个汉匪 还算是运气好的 因为在他旁边的那位 却是整个人被斜着咬成了两段 还保留有知觉的上半身 发出了惨烈的叫声